人马去钢面也对不慌 再来九哥 开局C子楼 有一队和我们相撞 拿上枪开打 虽然枪不咋的 但气势要给到 直接跳他们防顶 边搜边看他们会不会救人 踢下脚步 出来又进去了 我需要武器 感觉要护尬一会儿 那我就先上防顶 子弹太少 刚这上面看到有枪的 队友喷到一个 确认他在围墙 又没有手雷 那就小猪跑 起跳 我的队友这么好看吗 都没注意天上空降一面亮仔 队友想去攻二层的红防 已经要开始决赛圈了 这把阿诚防区战 我们这位置比较中心 所以我看看屁股 可能会被其他地方打 太配合我了吧 刚说被偷 队友就被干倒了 踢倒之后直接压上去 还剩14个对手了 打得激进一点 他想到自己拿一锅 他在拿多放最后 慢了一步 不搭队友 然后我就跟这人斗智斗勇了 一分多钟 实在难搞 脚步从楼梯口逼向了里屋 干 忍不住了 附近还有脚步声 不知道大家听到没 他也在丢雷 但我的更快 居然还不是淘汰王 刚说完 淘汰王就一命无虎了 对面要跑毒 吓我一跳啊 还以为是雷 贵贵 好多人 主动出去打 不然真要吃雷了 注意听声边位 楼内有脚步 可能想救人 冲 还有个呢 不知道去哪了 也不来支援 不 好险 多亏平抵过 差点菊花不保 这肯定另外一队了 这声音可能是 刚才那队的毒苗 去拔了他 不然在这被两队夹着 太难受 楼上不知道我残血 赶紧恢复 这熟悉的一幕 又要攻这个楼 而且还不能拉出 太多身位丢雷 因为要小心 另外一队打到我 居然没被守卫逼走 不过还是干掉 应该丢雷 红尘 还有一个在外面墙角 还剩两个对手 很可能是一队 还没攻我可以先去往二楼 会更好守 舔个包 还有狗子可以用 还是只有墙角这人 另外一人没听到 那就主动出击 先往外面低抛烟雾 挡住远处誓言 大家听到没 他退了一步 没卡在墙角了 可能以为我丢雷 赶紧拉出去用烟雾 掩护开扫 果然是一队的 现在队友被击倒 总该有点动静了吧 在前面围墙 我没守雷 而且我这位置更容易吃雷 换下 想救队友 没雷还有火 烧他 这三个路人队友也是有意思 一个个的在这看我这么久 原来是被在下的实力折服 这该死的魅力 完美下波兄弟们 这一段路人队友